嘉義市今年路由雅大美人處超過184萬 創下立書行館 嘉義市正好基地富度業者 新立學校民宿 有業者開上千萬 將一棟六十年的三行業 進修變成懷孤風格的民宿 立正正式開幕 嘉義市市長王明輝特別貞翁很好 雖然民宿是一棟老廚 不過可以讓路客感受到家庭的溫暖 我們離火車占750公斤 文化路700公斤 剛好是一個中繼點 它如果下火車 公共運輸下火車 再幾百公斤 它可能還可以邊拖 邊看我們嘉義市的一些老房子建築物 到這邊休息完以後 它要再到文化路800公斤 它一樣可以用走的 走到我們的文化路 目前嘉義市有十二間學科民宿 入車阿嬤兩人親自看過另外十一間 正學百人的遊客店 最後決定在嘉義市 三營家完成經營民宿的夢想 嘉義市市長王明輝 主席和在附近身中 看到三行醫有新的死命 感到開心感動 隨著一百空九年民宿管理班發修法 現在有越來越多入車 在嘉義市經營民宿 隨著中央的修法 嘉義市也在一百零一九年的 十二月二十五號公告了我們 嘉義市的這個人文 巨人文歷史風貌街區的這個區域 讓有興趣要從事民宿這個行業的業者 民眾可以在這個地方來申請做民宿使用 三合一民宿為在嘉義市三營家 有客要在嘉義市區觀光都非常方便 三合一人來聽開股美麗 契合外地有客來一堆親徒路由 嘉義市政府觀光新聞處表示 嘉義市民宿三營又當地起步的改端 市政府已經變了醫生 輔導業者申請學法民宿 共同為嘉義市拚觀光 記者就出現蔡宏寶德